何超新这辈子最抬不起头的是 不是一出生就有一个78岁的父亲 而是外界一直传言 他的母亲是励志 当何超新出现在大众面前时 不少人都被震惊到 他跟励志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 这也瞬间将赌王跟励志的那段过往被人翻出来 1986年 励志参加了第二届亚洲小姐选美比赛 并凭借天使般的面容与魔鬼般的身材 而一举成名 当年他荣获亚洲小姐的冠军 从此踏入了演艺圈 被人称为香港第一游物 无数富商败倒在他的十六群下 1988年 励志在一场盛大的舞会上 用他优雅的舞姿 赢得了赌王何鸿燊的亲心 之后 何鸿燊频繁地邀请他 与他共舞共进晚餐 渐渐地 人们开始传出 赌王将提拔励志 成为第五方的太太 然而何鸿燊与励志之间的激情 引起了四方太太梁安琪的解决 他与其他几位姐妹联合起来 使用各种手段阻挠励志拍戏 使他的名誉受到影响 同时发出了对励志的江湖追杀令 在香港几乎没有机会演戏的励志 只能远走美国 为了维护家庭和睦 何鸿燊也只能忍痛割爱 后来励志在美国与李延杰相遇 他跟赌王的故事告一段落 本以为一切就此结束 没想到何超新出现在大众视线后 让人联想到当年的往事 要知道 何超新从出生起 就是全家的掌上明珠 赌王对这个高龄得来的妖女 更是言听计从 何超新一出生 身价就过700亿 本命年生日的时候 赌王更是直接赠送了一栋英国豪宅 17岁的时候 母亲也接连送给他 四栋香港豪宅 价值难以估量 可真是我们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 后来何超新随口说了句 把鼻的车标长得像天使 赌王便将珍藏多年的 HK伊劳斯莱斯车牌 送给他当玩具 每次何超新开家长会 赌王都表现出了 前所未有的耐心和关心 尽管身体老迈 坐着轮椅也要去 就连何超新身边的同学朋友 也都要他亲自过目 不仅长相要平庸 家境要相当 各个方面要势均力敌 但女儿还得稳居C位 但是随着何超新的逐渐长大大家 却注意到 他跟赌王的旧爱励志 长得如出一辙 大家猜测 赌王之所以对小女儿的格外疼爱 莫非孩子真是励志的 要知道 当年两人可是爱得轰轰烈烈 随着传闻欲演欲烈 很快四胎就站出来澄清了 可纵然如此 关于何超新的身世 也一直被外界意味 感谢观看